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把这个职务让给蒋经国 蒋介石说 希望你们像兄弟 家人一样 文仪要好好辅导 支持经国 邓文仪和蒋经国都是中仰 从此 蒋经国转而称呼邓文仪为大哥 这时在台北 房子特别紧张 邓文仪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居所 住处比较简陋 蒋经国知道后 把一把钥匙给他说 我家隔壁有一幢大房子 大哥你去住吧 表示他的善意和友谊 邓文仪拿了钥匙 于是和夫人一起去看那房子 结果 看了一堂 回去后 他就把钥匙退给了蒋经国 为什么给房子不要 不是房子不好 原来 他们夫妇两个去看房石 正好看到一个打扮得漂亮 时髦的年轻女人 从隔壁房子 经过后院 进了蒋经国的房子里 邓文仪的女儿邓文玉 后来在民国将军于一书中书 父亲大概知道那个女子是蒋经国的女友 继母觉得蹊跷 不安 决定不要了撞公家的房子 宁愿住自己的房子 于是就挽泄了蒋经国的圣意 把房子的钥匙退还给他 父亲也松了口气 因为他有些担心 蒋经国会保对漂亮的继母心怀不顾 引自邓文玉柱 民国将军女帝三百一十六夜 邓文仪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蒋经国的私生活一直不检点 在干南时与张亚若婚爱生了两个孩子 在台湾时又拼命追名绝顾正秋 没追成 一怒之下把取了顾的财政部长任显群关注大楼 一夜之间 任显群从部长成为阶下囚 后来 有人说 邓文仪当过蒋介石的秘书 不愧是个明白人 欢迎关注陈冠任微信公众号 CGR0000001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